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Joanna的Divine Timing 今天呢 我要来看一下我们11月份的运势如何 那我今天准备了四组排 分别是1 2 3 4 那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时间节点 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 看一下你们这个月的一个 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Queen of Pentacles Seven of Cups Five of Swords Ten of Wands And Two of Cups 我这边看到在工作上面 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在11月份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自我纠结的部分 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大 那这些纠结这些压力是来自于你们的选择 你们会有一些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会觉得我是选择物质呢 还是我是选择名利呢 或者还是我是选择A呢 还是选择B呢 因为有太多的选择在你们的面前 所以导致你们会有一些纠结 会有一些 这个纠结到最后变成压力 因为这个压力是你自己给到你自己的 可能你又想要选择A又想要选择B 所以你会觉得压力好大 但是我会觉得 越到越到越底 就是到最后你会想清楚 想明白你真正要的是什么 你会拿捏好它的一个平衡点 你会达到一个平衡 这边12 cups 你会觉得 你会看清楚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会放下那个 那份压力 自己给到自己的那份压力 那我这边还有 Four of stones Four of vessels King of arrows Three of stones And then this here 我会看到 在工作上面 你们其实本来就是有一个 还蛮结实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成就 就是你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稳定的 他没有 如果说是在11月份想要变动的朋友的话 我这边没有看到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变动 但是我会觉得 你们目前的工作 就是你们现在的收入 现在的经济来源是很稳定的 是 对变化不是很大 会让你们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会 现在这份工作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 就是 一成不变的感觉 就是没有什么很新鲜的东西 出现在你们的这个工作里面 那 等到月中的时候 我会看到 虽然你们会觉得 机会很多 各种各样的 选择来到你们的面前 你们会觉得 纠结 会觉得有一点想不太清楚 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 但是你们会 会有很多的 怎么讲 创造力 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个 就是你能够去把选择A 选择B融合到一起 可能会按照你自己的那个 愿景去把他们 合起来 去把他们 组合成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你会 去显化它 就是可能你想要A 也想要B 然后 本来他们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可是你就有办法去把他们两个融入到 一起融入起来 一起融入到你的工作生活当中 对 那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的感情生活的话 我会觉得在11月份 你们会遇见那个人 尤其到月底的时候 你们会遇见你们的灵魂伴侣 你们的 对你们的灵魂伴侣 可能在11月份的开头和中间的时候 你们的感情并没有很顺利 没有像你们期盼的那样子 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到月底的时候 你们会遇见那个灵魂伴侣 会遇见 那个人 那个人是 就是你们一直都去显化的 一直都去想希望他来到你们生命当中的 对 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然后会有这个人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那如果说是现有就是现在已经有稳定的伴侣的关系的朋友们 我会觉得你们的11月份的关系还是就是造就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你们不会有说啊我们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旅程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目前看来对11月份但是你们的关系还是还蛮稳定的虽然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口角啦一些意见不合啦但是对你们的感情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影响 对那我看看这样这里有我们11月份有什么样的需要做一个self care的方面是make a meal 宇宙告诉你做一顿很好吃的东西给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自己的味蕾 吃的营养照顾好自己早睡早起对还有beauty ritual 我会觉得11月份你们的重点就是在self care方面就是好好爱自己让自己变得美美的把自己从内到外都调整好 都把自己照顾好对那这边还有the river the mountain 那我会觉得11月份嗯对你们来说除了好好照顾自己之外尤其是在工作上的朋友我会觉得你们可能会 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题但是这个难题你们是有能力去解决的虽然这个难题会给你们带来 嗯带来困扰会给你们带来压力但是 你们是你们是有能力去跨过这条河去翻越这座山的你们是嗯最终你们是能够达到那个平衡点是能够找到那个出路的因为你们是 嗯the seer你们是能够去显化你们是能够运用到你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嗯天赋才华去把这些问题去处理好去解决好的对那我看看你们的嗯宇宙给到你们11月份什么样的讯息 the seers of mitaka seeing potential bring unconsciousness to light对就是要看到你们的潜力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们是有潜力的你们是能够去把这些困难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些石头挪开的你们是有能力的对 the void stop embarrassing winter great cosmic warm 嗯我会觉得这个冬天虽然它很寒冷 虽然它很就是给人的感觉冷冷的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正好是这个机会能够让你们重新就是 啊让自己静下来回到自己的self care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去做一顿好吃的做一顿暖暖的汤吃一顿火锅 然后把自己打扮然后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就是让自己嗯照顾好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静下来的时期是让自己去嗯 take care of yourself 让自己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去啊得到一个修复得到一个嗯暂停让自己去嗯恢复能量去重新的调整 脚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际对那这个是嗯我给第一组排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对嗯总体的能量我的感觉就是嗯它是还是一个维持水平的一个状态没有说呃非常的高低起伏 对嗯我会觉得在11月份你们是一个自己照顾好自己首先第一点第二点是在工作上如果说问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你们是有能力去解决的 那在感情上面你们的相处还是就是还蛮稳定的就是保持一个比较之前的一个状态那在经济在财运方面嗯对你们来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差不多都是维持那条水平线 最主要的就是还是把焦点放到你们自己身上把自己照顾好对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从里到外做一个调整对为了将来的更好的一个出发对那这个是我给第一组排的朋友们的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那 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要关注我哦谢谢你们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排的朋友关于11月份你们的运势 king of swords three of cups ten of cups six of pentacles six of swords 嗯选择第二组排的朋友我会觉得在11月份你们的情绪是很高涨的情绪是满满的幸福的开心的嗯你们会有很多的聚会跟朋友之间的聊天小聚下午茶对就是哪怕没有聚在一起你们也会用电话联络 就是会有嗯情感上的交流 就是会有很多姐妹们的下午茶兄弟们的讨论之类的然后跟家人你们也会有一个非常幸福很开心的一段时光会跟家人的相处会是很和谐的 那嗯这是在情感上面 就是在情感上的想法还是蛮成熟考虑的很周到考虑会想还蛮多东西的那嗯 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很他会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会有一种嗯被疗愈的感觉就是他会嗯给到你的感觉就是不管你之前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他都能够让你就是感觉暖暖的感觉很温馨就是很有安全感可能他不是那种嗯 嗯就是他能够帮你守护着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你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去做决定然后他就像一个呃指路明灯一样他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去告诉你接下去应该怎么做就是有一种那种 嗯对于未来的一种嗯对于未来的一种嗯提供你帮助的这么一个人出现那对于嗯某一些朋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他可能不是桃花他可能也是你的贵人 就是可能你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了这个人他会及时的出现或者是说他不一定是这一个人他可能是某一些嗯 嗯你在看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得到的一些启发他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实际困难去帮助你解决你嗯当下的一些问题所在对 那嗯对于一些在职场上的朋友的话我会觉得你们的嗯11月份首先人际关系是很不错的你们就是跟同事之间的呃相处啊交流啊能够一起非常和谐的去共同的完成一些计划一些项目 对那嗯嗯到月底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你们这个月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你们是就是付出多少应得的得到的也是多少就是你们在呃经济上财务上的收获也是不小的对 那我这边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8 of vessels rebirth the handman the great bear 9 of vessels Queen of boss 呃呃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会觉得11月份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情感上在经济上在物质上面的呃封是很多的就是对让你会让你觉得很满足会让你觉得填满了你的内心的那呃呃就像我刚才说的呃11月份你们会有一个贵人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这个贵人他是能够引领你前进引领你呃 呃去学习去进步的这么一个人呃呃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自己你内在的自己他能够引领你去往更更高更远的地方让你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让你去面对你嗯内心的一些可能是你曾经遗留下来的问题呃一些恐惧感一些嗯存留很久就是内心的一些卡点 他能够引领你去看到你这些问题的所在看到你真正的需要去呃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在的清理对你能够去静下心来去做一个冥想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问题 你能够去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它得到解决不一定是要借用外力你其实自己就是有能力去把它解决的你是有能力去看见你自己的你是有能力去成为更好的你自己的对那那我们11月份有什么需要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地方呢 嗯深呼吸去做一个深呼吸 Dream channel哦我不知道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嗯通常我会在床头旁边放一本本子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当你醒来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 可是往往往就是我们做的梦就是宇宙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讯息我们的守护天使想要给到我们的一些讯息那我都会随手一醒来我就会随手把那个梦记下来对嗯我会建议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也是拿一个本子去把你们的梦记下来他不一定只是记录你们的梦你们可以去记录一些嗯 嗯就是你们比如说在冥想当中得到的讯息嗯比如说是你们想要去显化的一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去做一个记录对嗯Deep breathing我会觉得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这一个月去做一个深呼吸去做一个释放去好好的倾听你们的内心想要告诉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们 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大脑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用我们的心去看待问题的所以 我们现在就是11月份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想要告诉你们 11月份是让你们去用心去看问题而不是用大脑去想问题当你用心去看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是很多问题很多内在的恐惧感内在的一个不确定性你就是能够自己去做出解决的你就是能够变成更好的你自己你不需要去借用外力你是能够去 嗯疗愈你自己的对 嗯疗愈我会觉得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就像我刚才说如果说你在嗯如果你现在单身月初你遇到的那个桃花他会就是你们会有很快速的进展我没有我不会说这一你们就交往一个月就会有一个嗯 嗯比如说一个呃订婚啦或者是结婚的仪式但是我会觉得你们的发展非常快你们就会觉得他就是那个你想要等待的人他就是那个你认定的那个人你们会有一个约定你们会有对于未来有一个期许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约定对这个是我看见的那嗯 如果说是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我会觉得你们会进入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呃你们会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承诺想要去共同创造未来的这么一个承诺对嗯 嗯我看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The Blue Frame Spontaneous Awakening Activation Integration Time 呃十一月份你们在尤其是有灵修的朋友我会觉得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性上面的成长就像我刚才说的十一月份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他会通过梦通过梦通过嗯一些潜意识当你在冥想的时候通过冥想的时候那个脑波把一些讯息传递给你们 所以为什么让你们去做一个深呼吸让你们在冥想的时候用心去聆听因为他会通过这个方式去给你们传递讯息 这边他就是告诉你们了他会用这个方式让你们去跟嗯宇宙去做一个链接对 嗯 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真的你们感受到的东西是真的宇宙想要告诉你们不要去怀疑自己不要去嗯相信你现在走的路是对的相信你现在正在一个对的啊人生道路上你的目标你的前进方向都是对的相信你自己就好 对那这个是我给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那嗯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要关注我哦谢谢你们 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十一月份的运势有哪些讯息给到我们呢 King of Pentacles The Star Night of Pentacles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And The Fall 嗯我会感觉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十一月份的运势是 嗯整体感觉在经济方面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收入的那在工作方面你们也是能够去handle你们所有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嗯会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一些比你们阶层要高一些的人给到你们很不错的建议 嗯 让你们能够去真正的实现你们的梦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梦想要如何去啊接下去下一步应该如何去走 那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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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天都去看著你只是你还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抬头去看你周围的士 没有去看见你身边的那些嗯 欣赏的 欣赏你的人 就是你没有去留意 你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梦想当中 你的一些想要去实现的事情当中 你在忙碌自己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抬头看 其实你身边不缺人 你身边 其实有一些人已经仰慕你很久了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只要你抬起头你去看 他们就是能够走入你的生命当中 对 哦 对就是我才刚讲完那个桃花 我会觉得在11月份 你们会遇见你们的灵魂伴侣 或者是甚至是双生火焰 对你们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就是相互去吸引到彼此 The Polar Star 我会觉得11月份 你是会顺着你头顶上的那颗星星 顺着你头顶上的星星 你知道你的路在哪里 你未来的那个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11月份你会变得很清晰 很明确自己的未来的路 不会再像之前的这么的迷茫 12 Arrows 10 of Bounds 10 of Arrows 我会觉得你之前的一些困扰你的地方 一些重担 一些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那些 就是想很多的那些东西 都已经变得清晰了 它不再困扰你了 你会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要往哪个方向去 我觉得你之前的那个cycle 它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要去往对的那条路 去往那条你自己早已经设定好的那个人生的方向 那我们这个月的self care health checkup 我会觉得宇宙是想要告诉你的是 你之前的那些重担 压在你身上那些思虑的东西 那些让你的思维变得很混乱的东西 现在是要开始去做一个清理了 你的那个 你现在已经知道你自己要往哪里走了 那你可以就是把之前的那些成就的东西 去剔除出去 你可以去迎接你一个崭新的人生 Aromo Therapy 你可以通过去用一些方向的疗法 一些精油 去舒缓你的那些紧张的情绪 就是之前带给你的那些压力 我会感觉到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在肩颈的地方会有很重的压力 还有你们的脑袋之前 可能是一直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运转 虽然说一直一直的运转 可是那个不停的转动你们的脑袋 可能你们都没有办法去理出一个头绪来 那这个月就是让你们去把那个 那些乱成一团的毛线 去一根一根的去把它梳理开来 去关注到你的内心的健康 关注到你的思想的健康 去把它们慢慢的清除出来 去给你做一个方向的疗法 去做一个全身心的解压 抒压的过程 对 那你这边还有的tempo 我会觉得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在11月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你们之前显化的东西 会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你们一直在期待的东西 一直可能你们已经等待很久了 可能你们之前虽然已经都去显化了 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你们会有产生焦虑 会产生没有耐心 会产生一些迷茫感 会觉得那个东西怎么还没有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会开始产生一些自我的怀疑 对宇宙的怀疑 那现在11月份是想要告诉你 你所期待的东西 它马上就要来了 它甚至已经就是已经在你的面前了 只要你抬起头去看 它就已经在那里了 对 11月份是一个 我会觉得选择第三组的牌的朋友们 11月份对你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是一个迎接美好的季节 是一个迎接所有你想要显化的事情的这么一个时间 对 那这边是 宇宙给到我们的讯息是 Earth School Life Lessons Soul Growth Started Higher Learner 我会觉得之前所有的东西 你显化的 它可能没有及时的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它并不是说它不会来 而是宇宙是想要告诉你 那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对你来说 那个不是一个Divine Timing 它只是一个 虽然那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的 或者也有可能那件事情对你来说也不好 就可能有些人就可能之前有过失败的经历 就可能你的去工作面试没有录取 或者是别的事情就是fail掉了 或者是跟朋友吵架 或者跟男朋友分手之类的 那宇宙现在是想要告诉你 所有所有以前的这些事情 它并不是让你去感觉到挫败 让你去感觉到受伤 而是想要告诉你的是 这些失败的经历是帮助你成长的 它是想要告诉你 之所以没有让你去成功的面试 进这家公司 之所以没有让你继续跟这个人继续下去的话 那只是宇宙看起来 在对于宇宙来说 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可能你进了那家公司 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很不适应 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对的选择 或者是你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 那这个人其实对你来说 是会伤害到你的人 对宇宙是想要给你这样子的讯息 那些都不是你的一个Divine Timing 那些都不是属于你的 那宇宙是想要给你更好的 想要给你更适合你的一个人事物 对 这边还有的Golden Children In a Child Tenderness Innocent Real Gifts 去看到你的内在小孩 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 你是在宇宙的眼睛里面 你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你是那个完完全全 在他的眼中 你是一个最最完美的你自己 对 要懂得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 你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对你来说 可能那只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对 那 我会觉得 11月份 对选择第三组的牌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 迎接丰盛 迎接美好 迎接所有想化 梦想成真的这么一个时刻 那 谢谢 这个是我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11月份 你们将会迎来什么样的事情呢 Ace of Swords Eight of Cups The Hermit Seven of Swords King of Cups 我会觉得 11月份 是对于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 做出决策的月份 我觉得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有一些想法 在你的脑海中 其实已经 出现很久了 你只是 没有去下定决心 要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但是在11月份 你会去 你会去落实它 你会去真正的去 下决心 要开始去做它 那 我会觉得这个决定 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 能够帮助你 去进一步的 可能有些朋友想要去进修 有些朋友想要去 更加深层次的去 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去更进一步的去学习 想要去 在人生的 这个旅程上面 想要去更进一步的去 让自己学习更多的东西 对于领袖的朋友来说 我会觉得你们在11月份 会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会有一个 很希望自己能够独处的时间 能够让自己的心 完全的静下来 沉浸在那个 和那个震动频率达到一致 或者是提高你的震动频率的 这么一个时光 你是很享受的那个 就是独处的那段时光 那对于一些在职场上的朋友来说 我会觉得你们可能有 公司让你们去进修的机会 也有可能是你们自己 想要再去进一步的学习 那可能 刚才 我这边接收到的讯息是 有一些朋友是 会进入到一家新的公司 那这家新的公司 能够带领你成长 会能够带领你去 去看到不同的角度 去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 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那还有一些朋友 会觉得在11月份 你们开始想要去换一个环境 想要去离开现在的公司 会有朋友 想要会在11月份去开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司 属于自己的一份 对想要去 有自己的公司 开自己的一个 有创造力的一个 一个作品出来 一个完全是属于你的 一个东西 想要去把它呈现出来 对 我接收到的是这样的讯息 可能有些朋友 会去开一个新的频道 会去做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网店之类的 那我会觉得 嗯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啦 那 这个事情 在11月份的时候 能够 你会有很多的想法 去让你这个想法 你会有很多的 怎么讲 一个计划 去让你的想法实现 去让你的 这个事情变成 现实的 变成真实的 对 你能够 而且我会觉得 会有人来帮助到你 会有人 他并不一定是你的合作者 但是他能够给到你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一些 嗯 他的经验之谈 对 他能够给到你一些启发 对 那在感情方面的话 我会感觉到 如果说现在已经是 有伴侣的朋友 嗯 我会觉得你们 会从一段关系当中 走出来 那 这个想法 可能你们已经 之前就已经有了 只是你们现在才 就是真正的开始行动 嗯 那对于一些 单身的朋友来说 我会觉得 11月份 你们 有没有桃花呢 我这边感觉 你们更多的是 想要跟自己 待在一起 嗯 你们会觉得 现在的这个时间 你们更想要去 和自己 独处 和自己 嗯 去把自己 先去整理好 对 你们还没有 就是想要去 进入一段 新的关系 那 这边有 5 of storms the word the word the song of life the song of life page of vessels the garden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就像我刚才说的 11月份 你们会有一个 更希望自己 和自己 待在一起的时间 你们会有一个 自我的成长 就是自我的探索 你们会去 探寻你们内在 内心的一些 或者是有 信仰的 很大一部分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是这样子的一群 对 我会感觉到 你们在11月份 嗯 在灵性方面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会去探寻 你们的内在 会让自己的 嗯 内在变得清晰 变得更加的 通透 对 让你们能够 看清 你们自己 看 知道你们 今生的使命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来到 这个地球上 而且我会 我接收到是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 的守护天使 你们的祖先 你们的 嗯 不管你们的信仰是什么 你们的 嗯 菩萨 或者是上帝 或者是 嗯 天使 等等等等 不管你们叫他什么 他们都会一直 在你们身边守护你 即使给到你们帮助 即使给到你们一些提醒 一些讯息 对 这个是我接收到 关于第四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讯息 那在 Self Care里面是Burning Ball Ritual 还有一个是Meditate 嗯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很大一部分都是有 灵修习惯的 就是有打坐习惯 或者是 冥想习惯 我会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 嗯 每天和自己独处的这个时间当中 你们会发觉到自己很多内在的东西 一些过往的情绪 一些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的一些东西 你们会去把它 嗯 挖掘出来 去把它做一个清理 去把它做一个释放 会把一些 呃 成就的东西去做一个舍弃 对 这个是我接收到的一些讯息 哦 还有一个 The Unseen The Comic 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们会有一些东西是 从表面上是看不见的 从你们的外在是显露不出来的 所以你们必须要有一段独处的时光 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 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发觉你们的内在 才能够真正的去倾听你们的内心 所要表达的东西 才能够去连接宇宙 才能够去连接你们的守护天使 连接你们的高窝 连接你们的指导灵 看看他们到底给到你们什么样的讯息 对 我会觉得在11月份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顶轮是开的 你们的顶轮是能够连接到宇宙的 你们的心轮也是在逐渐的打开当中 你们会用心真正的去感受 感受你们的身体 感受你们的情绪 对 那宇宙给到你们的讯息是 Deep Sealer Healing 就像我刚才说的 11月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自我疗愈的时期 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个 你们要去做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清理 一个深层次的疗愈 从你们的每一个细胞层 每一个DNA 每一个内部的 甚至是血液 祖先 所有的一个 由内向外的一个转变 一个清理 对 Perspective 用你们不同的角度 以前从来就没有使用过的角度 去把它 发掘出来 去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去找寻出来 你们可以 去连 当你们连接了宇宙 连接了你们的守护天使 连接了你们的高我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 很多东西 它只是角度的不同 可能你们会觉得一些 不顺利的事情 但其实 当你们连接了以后 你们得到的讯息以后 你们会发现 那个对你们来说是 最好的当下 对 那这个是我给第四组排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祝大家 11月过得开心咯 那我们先这样 拜拜咯